台湾知名的面包品牌连锁店85度C 最近宣布打入了全球咖啡连锁龙头 星巴克的发源地西雅图 开设了旗舰店 并且在开幕第一天 业绩就突破了18000美元 广受当地的民众喜爱 分析这股台式面包的旋风 魅力究竟何在呢 请看东森新闻团队在西雅图的专题报道 选在美国西北部最大的购物中心 西雅图市郊Westfield South Center Mall里面 开设全美第26家分店 也是西雅图第一家旗舰店 门都还没开 长长的排队人龙已经说明一切 不止因为这里天天人来人往 更棒的是 既有台湾移民熟悉的家乡味 也被美国民众喜爱 我们八点就开始在外面等 所以非常期待 很高兴能够再吃到Fresh Bread 它叫做Choco Bun 它有很多巧克力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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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有很多巧克力糕 镜头前侃侃而谈 塔克维拉店店店长 Elessandro表示 正是因为这股面包风 让他愿意放弃 担任华盛顿州超过13年的 星巴克店长经验 加入85度C团队 因为店里的每一款面包 都是幸福好滋味 我们最会做的就是 我们台湾的这些面包 糕点跟饮料 那我们在当地如果有需求 我们会做适当的调整 85度C的宗旨一直是为消费者 创造甜蜜的幸福滋味 那真的很开心我们在美国的发展 除了受到当地华人的喜欢之外 也广为其他族裔所接受 有三位热狗 焗烤夏威夷 以及菠萝奶油包 多款经典台式面包外 更棒的是85度C精益求精 还创造美国其他咖啡品牌 看不到的美味 像北欧芋头面包 与芒果蛋糕等 让塔克维拉市市民 与市府官员也爱上这一位 我真的很感激烈 在85C的城市 这是为人来到新雅图的外来移民很多 因此对于其他国际美食的接受度 相对也非常的高 1 2 3 震惊 品尝美味不寂寞 精彩展现幸福可以共享的情况 花生顿小姐也特别前来担任美味大使 品尝完全不同于星巴克的招牌海盐咖啡 我来到美国大使餐厅 来到大使餐厅的大使餐厅 我非常感激烈地担担任我们的地方 全美展店到45家把台湾美食发扬光大 总公司对于美洲的市场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我们也在德州投资了一座工厂 那为了2018年度跨足纽约做准备 而放眼国际市场 既跨足台湾 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之后 85度C跟计划最快2017年年中 全球开店1000家 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有机会 以亲民的价格享受五星级的好口味 东西新闻为宽用至在西雅图的采访报道